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2016年2月8日 大年初一 門徒公義的第六集 有Eric和我Howie 我們先拜個年 今天是年初一 各位讀者 新年進步 我祝各位讀者身體健康 Eric今天搶我們之外 還有一位嘉賓 他就是 法政會司關於網絡23條 發言人 Kris Kris 你好 年初一後年可以跟你在 大家一起去解釋 多謝你們的邀請 今天我們一連兩集 這集也會和Kris 大家會有一些談談 這集我們輕鬆一點 今天是大年初一 爆市的事情 就留在年初八 再爆市 這集首先和Kris 先介紹一下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知道其實你本身是一個 執業的大律師 最初為何會對這個行業 產生興趣 入行和成為大律師 其實我是屬於半途出家 本身我在IT行業 都做了很多年 但是去到差不多去到 叫做結束之後 對於香港的事務 其實一直都很關心 當時就覺得 其實都很想出來幫忙做一些事情 於是就參與了一些組織 那些組織都沒有政治意味很重 有些是跟人權有關 有些是推進民主運動 但就不是某些 某一個特別的政黨 諸如此類 工作了一段時間 也都覺得自己的知識不足 所以才是兼讀法律學位 也都是作為一個興趣 一方面都是希望幫到工作 那是讀到最後 讀到幾年之後 發覺興趣也很大 但是也都是覺得 看到香港的情形 可以說是越來越壞 也都很想說 會不會其實反而 雖然我自己本業那裡來講 算是都發展得順利 但是也都覺得 會不會走出來做多一點點事呢 幸好得到家人的支持 那我太太很支持我 變成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辭了一份工作 然後還特地去讀一個碩士 當時我還帶了太太 和兩個小朋友 一起去了英國 住了一年 讀碩士回來香港之後 才讀一個法律文憑 才是正式入行的 那你做這個 半途出家 可不可以說 都和你那時候 參與一些人權 這些團體 是有這個關係呢 有關係的 事實上我去英國那時候 都是讀人權法有關的 就是這方面的法律 公法人權法 希望現在就算是自己在執業 雖然你剛開始執業 沒多久的時間 通常你都不太多選擇 做些什麼的案 但是我也很希望 就說 慢慢可以更加做多少少 關於和人權有關的一些案件 幸好 其實目前來說 都有機會是接觸到 這一方面的一些案件 感覺上自己沒有選錯走這一條路 當初半途出家 去讀很多的課程 其實是否都有些困難 當然 我身邊的同學 全部都細我一大折 他們當然也非常優秀 首先你要怎樣去學會 跟一些朋友相處 還有年紀大約 去讀書是有困難的 即記性各方面 都是差一點的 理解能力各方面 那就有勤力一點 知道你去年年初 加入了法證會司這個團體 其實你本身也是個大律師 都應該很忙 要打那些招呼 為什麼去年突然間 願意抽出這個時間 以及擺放這個課程 去參與一個社會 或者政治上的團體 當時我得知有法證會司 這個組織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法證會司成立了 應該說一段時間 即是說得知 也不是很準確的 應該說 我是一直都有留意著 法證會司召集人 無論是他在上一年 在所謂的大奇蹟日 關於林申強的事件 也有留意到他 剛巧得這麼巧 他的小朋友和我的小朋友 是同學來的 變成我們在家長日裡 也有見過 我特地走上去 跟他打招呼 當時其實法證會司 還未成立 我知道法證會司成立之後 其實我還是很留意著他們 他們 也發現原來 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 在裡面是一些成員 變成我在面書上 招呼他們 可以讓我加入嗎 我又希望幫忙做一些事情 於是我差不多 正式成立了兩個月之後 我才加入 其實說回來 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很多法證會司的會員 都是這樣接觸一些 他們本身是法證會司的 一些成員的朋友 因為其實我們坦白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 特別正式入會的一個途徑 基本上都是朋友 介紹 看看本身他是不是有心 希望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到今天 都差不多有八九十個會員 當初你入法證會司 是幫忙什麼的 這件事是很差的 因為我自己很多事情都有興趣 變成我很多時候 什麼飯熟都觸碰一下 又沒有特別是幫哪一件事 而是看到有事情 我又很想去做 亦都是這個緣故 搞搞搞搞搞搞 他們可能都覺得我夠煩 後來我加入了 成為其中一個合心成員 出力多 由原來不介意發言 手上抬前 所以都比你的興趣 越來越多 可能這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反過來我自己都問 有時可能是辛苦些 但是我之所以轉行 之所以去走這條路 就是希望做這件事 是不是 變成求仁得仁 都很正常 現在走到台前 最近這幾個月 在網絡23條 出了不同的大小場合 接受採訪 都曝光很多 其實對於自己的事業 會不會有些衝擊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始終這種參與 就是在過程中 當然我自己有學到很多東西 但在工作上來講 始終誰給你機會去工作 一定是看回你的能力 你是否可以把那件事做好 這些所謂的曝光 其實未必會有太大的幫助 反而有時可能有些負面 因為起碼有些人看到 他知道你的政治的立場 取態 可能有些人 他就未必會 願意找你幫忙去做事 這個都是 其實我們見到 有一些律師 甚至大律師 都未必很樂意 很明顯地 立場鮮明 表達他們在政治上的傾向 因為始終 你可以說 大律師 其實大律師 一定強調自己要獨立 好像很中立 去到 如果有些大律師 他以一個客戶的群體 可能是一些商界 可能有些尷尬的位置 也不一定 要看看他自己本身 如何看待這件事 但我自己來說 沒有太大的問題 始終我覺得 到最後還是看看你的能力 你是否能幫忙做到事 有沒有想過參政 我沒有這個想法 坦白說 我現在只是這種嚴異模式的參與 都已經很吃力 用了很多時間 始終我兩個小朋友 還是很小 我也很希望 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就不想 我自己去做一些事 可能是我自己的理想 我自己的夢想 但令到他們受到影響 又好像不太公道 所以我也盡量希望 平衡到這件事 你就未必會 你的朋友或其他成員 因為今年9月 就是立法會選舉 其實我不太清楚 會不會有些法政會司的成員 會出來參選 但起碼就我所知 現在我們一些核心的成員 似乎是沒有的 而就算是有也好 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 隨時都會變化 我們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大家都會用一個個人的名義 無論是參選 還是他去助選 都是我們不會用法政會司的排頭 因為你可以看到 法政會司 雖然我們都成立了 剛剛過了一年 其實還是很年輕的 以一個論證團體來說 我們很強調自己 一個論證團體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想一個好的論證團體 就是首先 他真的有一個 一個以政的能力 還有他們沒有一個 所謂的包袱 就是說 那些人會覺得 你是評論政治 其實是為了一些個人的政治的本錢 等等 這些我們很希望 給到 包括市民看到 其實我們走出來 去說話 去發聲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不是為了我們 又希望拿到什麼選票等等 而是真真正正的 希望 就我們的一些專業的範疇 就我們的一些良知 去做一些我們覺得對的事情 可以說 我們完全是沒有得益 甚至大家 用很多的時間 但我們都會常常在會裏面 大家有時都會取笑一下 大家都要經過自己的太太 先生的批准 才可以參與很多工作 大家要互相分工合作 有時這次你出來 下次我們就留在家 變成我們怎樣去平衡我們的專業 和我們的家庭 和我們社會的參與 我們都希望保持著現在這樣 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如果再去參政 或者讓別人覺得 我們是有一些很明顯的政治傾向 我們政治傾向 其實坦白說 就算不說 都是清楚的 但如果你真真正正 你是有一個政黨的角色 或者你是很明顯的 支持某個候選人 這件事就會覺得 你們說的那些事情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第二次思考 好 第一節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們第二節回來和Chris繼續聊天 好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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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